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来自大庭秀行导演的雪国 初春,依靠家产四处游历的无业学者岛村 为东京前经过一个温泉场 很久以前就听说过这里 实地探访还是第一次 随着夜色降临 岛村的心律发空虚起来 帮我叫个一计吧,岛村说 旅馆老板娘有些为难 今天这边的道路竣工 姑娘们都去宴会上了 要不帮你叫居子姑娘吧 说着,老板娘领来一位少女 女子给人的印象洁净得出奇 甚至令人想到 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 岛村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眼睛 是不是由于刚看过初春群衫的缘故 谈着谈着 女子渐渐露出烟花像出身的 女人的坦率天性 居子16岁时在东京的酒馆做女士 后被人数身出来 原本打算做个日本舞蹈师傅维持生计 可刚过一年半 恩主就于是唱辞了 后来跟了一位雪国的舞蹈师傅 但过了不多久 师傅就中风了 这才来到旅馆工作 岛村的桌子上摆满欧洲各国的舞蹈杂志 看着很有学者的样子 但对岛村来说这都是爱好和钱无关 居子昨晚第一次见岛村就深有好感 大早上跑来看到一桌子的书 供天仰慕之情 帮我找个异计吧 岛村说 居子不敢相信 竟然叫自己办这种事 岛村坦诚道 我想和你继续相处下去 所以只能做朋友 不多时 一位皮肤幽黑的异计走了进来 闲谈两句 看到岛村的舞蹈杂志 指着上面的舞者大笑 哎呀 裸体照片 原来你喜欢这个 岛村探出头听鸟叫 回忆见弄 什么情趣都没了 晚上 居子醉得厉害 借口离开客人的宴会 到岛村房间休息一会儿 岛村正忙着收拾东西 明天就要回东京 是因为没有好点的异计吗 居子问 岛村笑着说 嗯 如果有的话 我就留下了 居子酒醒了一些 又晃荡荡荡回去工作 深夜 岛村已经睡下 隐约听到女人的声音 打开洞一看 果然又是那个姑娘 居子满屋子找水喝 直抱怨 那些吝啬的家伙 买的假威士忌 喝的头疼 居子不顾岛村劝说 执意休息一会儿就回去 还让岛村快些睡觉 不要管自己 岛村听话乖乖睡觉 但躺下没两分钟 居子又跑过来掀被子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良辰美景不可辜负 那位姑娘过得如何呢 已经一年没见了 她还在旅馆工作吗 岛村望向窗外 思绪飘得远远的 夜幕降临 火车在信号锁前停住 一位叫叶子的姑娘伸出头去 她的弟弟刚到这里工作 请求站长先生多多照顾 叶子的座位在岛村斜对面 透过叶色下的窗 刚好能看到叶子的脸 岛村长时间偷看叶子 却没想到这样做 惠理她有什么不礼貌 一种虚幻的美弥漫开来 岛村心里产生一股 不可言说的情绪 居子到车站接老师的女儿 无意撞见岛村 两人沉默一阵 岛村说 一年不见了 你好吗 已经做了一计的居子 在门口站了半天 直到老板娘看到 才鼓起勇气走进房间 当岛村问起 为什么做了一计呢 居子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 没什么 反正是早晚的事 从上次分别到现在 已经221天没见了 居子低着头说 为什么能记得这么清楚 岛村感到诧异 翻翻日记就知道了 居子依旧低着头 你在取笑我吧 做了这种女人 没关系 你尽管笑吧 我就是这种女人 岛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陪着居子一起开窗吹冷风 天蒙蒙亮时 居子早早起来 梳妆打扮好对岛村说 岛村先生 下次再点我吧 一级居友找了个好老板 姐妹们都来祝贺 居子远远看到岛村 忙起身追出去 岛村是个好老板吗 居子不知道 去我家坐坐吧 看看我生活的房间 居子说 老师的儿子行男 身患重病 刚和叶子姑娘从东京回家 老师自己患有中风 已经不能跳舞 家里的全部开支 都指望居子一个人 笼记的气氛弥漫整个屋子 比外面冰天雪地都凉 岛村只坐了一小会儿 叶子姑娘就来了三回 行男总在叫居子 一会儿一变 那天岛村离开居子家后 沿着铁轨走了很久 不知不觉 近来到远近闻名的丝绸之虫 在雪中产丝 用血水洗涤 在雪上行走 雪就是丝的父母 用这种质地仿料做成的衣服 三福天穿上 会令人觉得特别凉爽 岛村留下东京的地址 给妻子买了不少 不知道谁在谈三位线 太难听了 岛村说 应该是惠子或者和美吧 谈的最好的和最差的 一下就能听出来 按摩师回答道 说起谈的最好的 自然是居子 按摩师有些惋惜 小姑娘不容易 为了给未婚夫支付医药费 到这里当一剂 吃了不少苦呢 一个自称被居子骗了的男人 找上门来 看那样子是吃了勤亏 说好了做夫妻 翻脸不认人 什么东西 男人骂道 一旁的一级姐妹 也遇到 是你自己愿意的 怎么能怪居子呢 笨蛋 吃了勤亏的男人 是对面开澡堂的 说他笨蛋可冤枉了他 每次居子陪酒 他总是悄悄动手 得手不冲 就大喊大叫 居子深受其扰 岛村了解那日按摩师说的话 居子一口否定 我做一剂不是为了谁 更没有和行男订过婚 老师或许有这么想过 但从未开口提 现在行男病症 这事就更不可能了 岛村不知道居子经历过什么 只是他的情声显得那样纠结 满是惆怅 听闻岛村第二天就要回东京 居子冒着大雪赶来旅馆 旅程将近 回去本是自然 擅长玩味的岛村说 我必须要走了 不能再麻烦你 居子伤心紧紧抱着岛村 这注定又是个不眠之夜 既然已经留不住 不如约定好下次相会的日子 这样活着也有盼头 驱鸟节来吧 那是雪最后的时候 你会来的对吧 岛村点头 好 正说着 叶子火鸡火鸟跑来 居姐 行男不行了 他想见你 居子扭过头去 不肯回家 岛村劝导 也许是最后一面 回去见见吧 雪国之旅 是岛村生活的一小节 可是 那短短的一小节 却是居子的全部 又是一年相会时 无奈暴雪挡去路 眼看到了驱鸟节 岛村只能窝在家里看树 此时此刻 远方的居子 却像过节一样 一大早就到车站等 一班又一班 一班又一班 从清早等到天黑 许下诺赢的人 都没有出现 岛村第三次来温泉场 是那年的秋末 找到好老板的 异己举勇 终于要走了 昨晚姐妹们 给开送别会 喝到天亮 一年来一次 你还真是准时 岛村不回答 扯些别的话题 行男和老师都去世了 居子本已回南方的老家 但家里穷得揭不开锅 没办法 于是又再回来 两人说着聊着 居子全然忘记 去尿节失约的事 一年一次的男人 你是大姨父吧 居子调侃道 叶子是不会做异计的 他讨厌我 还劝我也别做 那家伙每天都去行男坟钱 真是的 看开点不好吗 居子少见得认真 行男生前常说 日本太小了 想去大陆 嘴上说那么伟大的理想 现在 球兵埋在深山里 真是个徒劳的梦想 岛村思索一阵 告诉居子 你也是啊 你为了给行男治病 去当一计 不也是徒劳吗 行男去世到现在 居子从未扫过木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不想去 临死前 重复着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记得他有什么事 要跟我道歉 岛村猜测 不是对不起 应该是谢谢你才对 停了一阵 居子突然想到什么 走 我们走吧 去看看行男 好容易下了决心 来到墓地 居子却发现 叶子也在 叶子弟弟的火车 早上经过 特地过来打个招呼 不看了不看了 回去 回去弄头发上班 几十个人的宴会 只叫了四名一计 要不是居子能力强 这宴会 怕是开到热里偷凉 叶子瞥见努力工作的居子 心里很不是滋味 居姐很可怜 你要对他好一点 岛村抽了口烟说 可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还是赶紧回东京最好 叶子也想去东京 随便做什么都好 只要能离开居子 居姐说我快疯了 说完 叶子一边抽气 一边跑出房间 听说叶子要去东京 还拜托岛村照顾自己 居子笑着说 你不讨厌那孩子对吧 带他走吧 我总觉得他会是我沉重的包袱 他太认真太沉重 带他走吧 让我一个人留在这深山里 晚上 岛村一个人喝了很多酒 醉得厉害 居子看到桌上的信 心下明白 一定是到了回去的时候 岛村一个劲地说居子是好女人 居子本来心里开心 可突然一想 自己算什么好女人 是比乡下一季更好一些吗 想到这里 居子心里愤愤不平 自己全部的感情 只是这个男人的一段旅程 毫不公平 在冷空气里呆了一阵 居子的心安定下来 是自己想多了吧 本来就是旅客和异计的关系 离开之前 岛村又来到丝绸之城 在雪中产丝 用血水洗涤 在雪上行走 岛村恍惚间看到居子 这个像丝绸一般柔软 眼睛清澈的雪国女人 那一瞬间 岛村明白自己的罪孽深重 就像一块污泥置于白茫茫大地之上 又到离别时 居子昨晚哭了一夜 岛村还是那句话 我还是离开的好 居子已经习惯了 该回去了不说该回去了 说还是离开的好 河南人比 雪要有温度的多 两人正聊着天 远处报告火警的钟声 突然响了起来 是仓库起火了吗 不好 今天那里放电影 可真是糟糕 居子紧紧抱着岛村说 你走吧 你走后我会认真生活 说吧 快步走向仓库 就在这时 居子清清楚楚地看到叶子 他站在二楼出口 一个接一个往往救孩子 不多时 火势蔓延开来 浓烟滚滚 叶子体力不支 从二楼静止跌了下来 岛村塞了些钱给旅馆老板 拜托转交居子 而后 匆匆看了一眼病房 便离开雪国 尾巴 这部1965年上映的影片 改编自日本作家 川端康崇的同名中篇小说 原著以男主在列车上遇到叶子作为开始 也就是男主第二次来雪国 电影化后 调整了故事展示顺序 去掉了回忆 完全重视于现实时间 川端康崇在随笔集 读影自命中 对作品的创作有过解释 居子确有其人 叶子是虚构的 叶子和岛村 都是作为衬托居子而存在 此外 川端康崇还极力解释 岛村当然不是我 说我是岛村 还不如说我是居子 居子却有创作原型 但小说中的居子 和创作原型 有明显的差别 小说中的故事和情感 也是想象大于实际 特别是居子的感情 实际上就是我的感情 我想 我只是通过它 向读者倾诉而已 倾诉什么呢 我不知道 但 你走吧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你走吧 确实很像创作者的心境 从我是个笨蛋 到我是个天才 和从我是个天才 到我是个笨蛋 两者的转换 是几乎不需要时间的 我想这也是 从事创作工作的人 一般较难以相处的原因 毛母有一句著名的话 对于坠入情网的人来说 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在于 女人能够 整天整夜谈情说爱 而男人 却只能每天 抽一点时间 来干这种事 我想这也是 为什么人们常说 女人要的是爱 男人要的就多了 不管电影还是原著 有一个词频繁出现 徒劳 居子和叶子 不过是女人的一体两面 身体的一面 和精神的一面 面对形男 这个将死之人 付出身体 和付出精神 客观上都是徒劳之事 但人的可贵 不在客观 在于每个人的独特 也叫主观 我第一次听说雪国 是因为莫言的一句话 莫言说 当我从川端康重的 雪国里读到 一只壮硕的黑色秋天狗 蹲在那里的一块踏石上 久久的舔着热水 这样的一个句子是 我明白了什么是小说 知道了应该写什么 也知道应该怎样写 就如同黑夜里的灯塔 照亮我前进的道路 客观来说 读完莫言的这句话 应该会对川端康重感兴趣 或者是莫言 再次也是雪国这本书 再再不济 也是中学生作文选之例 但很奇怪 我脑子里 满满都是黑色秋天狗 我对黑色秋天狗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一作家和作品 对我来说 都是黑色秋天狗的副产品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 便是雪国 夜空下一片白茫茫 火车在信号锁前停了下来 信奉人生徒劳的岛村 提着两大包行李下了火车 他要找个姑娘 且要年轻漂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